各位媒體朋友跟各位媒體朋友報告 我們的秋冬反萊豬固食安大遊行 行前記者會現在正式開始 感謝各位媒體朋友到現場來採訪 各位來看到的就是 我們的民進黨政黨政府 罔顧民意超過六成五以上的反對 強行開放萊豬 又沒有辦法對於國人的食安疑慮 有所緩解 所以包括很多的社會運動團體 秋冬消息會等等都發起了 我們在11月22號的反萊豬固食安大遊行 我們國民黨作為負責任的在野黨 也全力的號召全民來響應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眼前的 這個兩支大家過去期待已久的 小紅跟小黑今天是首次同台 我們也做了一系列的設計 包括反萊豬固食安的黑色氣球 以及我們可以看到現場非常非常大支 在遊行裡面可以非常顯眼的 我們的這個大的萊豬 反萊豬的氣球 先跟各位介紹我們今天參加的與會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國民黨江啟臣江主席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國民黨秘書長李乾隆 李秘書長 以及我們的國民黨團林維州林總召 以及我們全體的國民黨團的黨團成員 那麼呢現在我們就請我們的國民黨黨主席 江啟臣為我們來說明這一次 一一二二遊行的這個宗旨 好謝謝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安 我們所有黨團的成員還有黨中央的幹部 我們先來喊一下好了 先來振奮激勵一下 反萊豬 反萊豬 顧健康 反萊豬 富時安 反萊豬 顧健康 反萊豬 不股安 反獨裁 反獨裁 要民主 要民主 反獨裁 要民主 要民主 反獨裁 要民主 好 謝謝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早 我們今天把我們1122上街頭 反萊豬 顧健康 護食安的所有上街的人員道具等等的訴求 通通搬出來 搬到立法院的議場 就是要跟大家報告 禮拜天11月22號 大家一定要站出來 一定要站出來 你再不站出來 以後就站不出來 這個是一個關鍵的時刻 如果大家去回顧以前蔡總統所講的話 他曾經說 讓人民在寒冬上街頭 總統該感到羞愧 1122 全民上街頭 總統 你會不會感到羞愧 蔡總統也曾經講說 誠信是領導國家 承擔責任的必要條件 請問 從萊豬進口到現在 政府還有誠信嗎 沒有 政府還有誠信嗎 沒有 不只沒有誠信 不只沒有誠信 花人民的納稅錢 做廣告給你看 買廣告洗你的腦 花人民的納稅錢 揚網軍 攻擊在野黨 攻擊牛肉麵電商 這個是我們的政府 不只沒有誠信 還攻擊人民 這就算了 過去民進黨常常高舉的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到哪裡去了 秒殺新聞台 二殺新聞自由 二殺新聞自由 自襲台灣民主 秒殺新聞台 自襲台灣民主 二殺新聞自由 這個是現在 蔡政府所做的 蔡英文總統 你敢不出來講 蔡英文出來講 出來講清楚 表達你的立場 告訴我們的成 你的誠信在哪裡 謙卑在哪裡 這就算了 你答應大家的 四年多以前 你說 你要帶領台灣 參加TPP 參加RCEP 你還告訴大家 不要把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我們想請問你 我們的籃子在哪裡 我們的籃子在哪裡 更令人感到憤怒的是 你還沒收大家公投的權利 我們九月份 就已經提出來的 第一階段公投連水送進去了 十一月聽證會在十一月三號六號都開了 到現在 請問我們的公投案準了嗎 可以連署第二階段了嗎 還是 你只是在野菜公投 執政砍公投 這些零零種種 慶祝難輸 十一月二十二號 國民黨 國民黨 及國民黨黨團所有的委員 還有我們所有 地方縣市議會的議員 包括縣市長 全部通通站出來 我們在這邊 也邀請 也呼籲所有的民眾 大家 一起 站出來 反萊豬 顧健康 好不好 好 反萊豬 反萊豬 顧健康 顧健康 反萊豬 反萊豬 顧健康 顧健康 我要再一次的證告 蔡總統 在人民此時此刻 對政府充滿疑慮 充滿懷疑 你所講的 最謙卑 最會溝通的政府 在哪裡 我們不但沒有看到謙卑 也沒有聽到溝通 我們看到的是 一黨獨大 一人獨裁 所以你在野的時候 就說人民一起來參與 執政的時候 變一人參與 一人獨裁 一黨獨大 這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蔡政府 所以 在野的時候喊謙卑 執政的時候武則天 這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蔡政府 延遲 十一月二十二號 我們結合所有的公民團體 這也是國民黨第一次跟公民團體 一起共同上街頭 今天不管你是出自哪一個單位 哪一個領域 哪一個背景 我們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為了我們的健康 為了台灣的民主 為了我們的言論自由 大家共同站出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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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貞昌院長 這一路以來 這幾次我們在議場的杯葛 不是沒有理由 因為你至今 不尊重在野 不懂得謙卑 還有 一直都不道歉 所以 我們沒有理由 讓你上台來背景 我們今天在這邊再次的呼籲 所有的好朋友 一二二一定要站出來 如果你選擇沉默 沉默就會變成獨裁的幫兇 今天不站出來 以後就站不出來 所以 拜託大家 也呼籲大家 一一二二一起站出來 反萊豬 反萊豬 顧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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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萊豬 反萊豬 顧食安 顧食安 反萊豬 反萊豬 顧健康 顧健康 反萊豬 顧食安 顧食安 謝謝 謝謝 我們感謝江啟成江主席 接下來我們請我們黨團總召 林維州林總召 好 這個 該講的我們主席都講了 過去三個月我們已經講很多次了 我們就是要反萊豬 我們就是要顧國人的健康 顧食安 我只講一點就好 今天我們第11次 是不是第11次 霸佔議場 不讓蘇貞昌上台施政報告 我再跟大家講 其實他要上台 很簡單耶 他只要道歉 說國家困難 不得不開放萊豬 我們要國際空間 我們要經貿談判 以前我們一直反對萊豬 現在我們要負萊豬實在是不得已 那以前講過的話 把大家回一個失禮 我們國家需要 這樣大家聽得懂嗎 聽得懂啊 他講不出來啊 你以前反萊豬反到這樣子 現在負萊豬 負成這個樣子 以前國民黨 執政的時候 難道沒有國際壓力嗎 沒有美國的壓力嗎 國民黨為什麼可以做到牛豬分離 三十月零以下的牛肉才進口 你民進黨做不到啊 你敢邊敢揮一下 說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台灣就獨有困難 兩岸關係也緊張 國際貿易邊緣化 大家都放到籃子裡面 只有我們在外面 那就沒有辦法 我們要開放萊豬 這個美國所謂的貿易障礙 沒有辦法 不好意思啦 不然我們早上來討論 看看要怎麼處理 做不到 所以我們就一直讚 只要你的態度是這種 不道歉 然後對你自己的雙標 不回心裡 不然工程做 可以查場嗎 貨號可以分裂嗎 說不出來 這樣我們都不可能接受你施政報告 我們一起再一次 一一二二 拜託大家 站出來 反萊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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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健康 反萊豬 反萊豬 顧時安 顧時安 謝謝 謝謝林維州總召 接下來我們請我們 國民黨文傳會 王玉銘 王主委為我們介紹 當天的流程設計 跟文宣小物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現場可以看到 我們國民黨的立委 前面拉的這個布條 就是我們在11月22號 第一大隊走出來的 這一個大布條 大家手上看到的 包括氣球 加油棒 還有我們旁邊超大隻的萊豬 當天通通都會上街頭 那我們這個吹氣的萊豬 總共有兩隻 今天秀出來的是第一隻 還有第二隻 那所以呢 所有委員現在手上所拿的 這一些宣傳物呢 來參加遊行的朋友 都有機會 就是可以拿到氣球 或者是加油棒 我們用我們多元的創意 多元的廣告 要告訴蔡政府 我們不允許萊豬進口 我們不要吃萊克多班 人民要發出憤怒的聲音 然後我們看到現場 有幾位年輕朋友 我們走出來 來 往前走 來 請我們的撲克牌人 我們的年輕朋友呢 這個撲克牌人 我們其實上面 就有很多 未來國民黨要推出的幹話 撲克牌 上面都有 關於蔡英文 賴清德 陳時中 蘇貞昌 鄭文燦 還有陳吉仲等等 他們講過的幹話 也通通都會出現在 我們的撲克牌當中 那一一二二的遊行呢 我們的年輕朋友 也會一起走在 遊行的隊伍當中 讓大家 讓民眾看到 這一些政府官員 有多荒謬 講了多少的幹話 沒有幫我們捍衛食安 我們謝謝這幾位年輕朋友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感謝我們的年輕朋友 熱烈的參與 等一下我們再開放時間 給大家來合照 那麼最後呢 我們是開放媒體提問的時間 好 那在提問之前呢 我們還是一樣喊口號 反萊豬顧健康 也請我們黨團的立法委員們 雙手抱在胸前交叉 來表示我們捍衛食安 政府獨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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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站出來 好 非常感謝各位媒體朋友 我們的布什安記者會到這邊結束 那現在是媒體朋友的Q&A時間 請問各位媒體朋友有什麼問題 現在可以請問 那主席主席我們問幾個問題 先拍照 抱歉 那我們先拍照 我們拍完照之後 大家一起合影之後 我們來開放媒體提問 你自己要跟他們拍好了 好好好 OK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的撲克牌人 前後都有 總召要跟撲克牌人要拍一張照 可以看到我們前面是這個撲克牌的這個人 後面是時空環境不同 換人名來出牌 有人要拍照的年輕朋友 這個突然來 哇 這個逸臣委員的造型 也是一致的 好 那我們先去找我們 要直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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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